主料,牛奶500克,牛板筋50克,主料,葱姜,白酒一勺,草果20克,花角,八角5克,十三香5克,红烧酱油一勺,糖10克,盐4克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肉洗净后,切成2-3厘米间方的小块,加入清水煤锅牛肉表面,浸泡60分钟,冷水下锅, 把牛肉捉水,葱切段将鞋片,锅中放入少量油,爆香,葱段,姜片化掉大量淘果少量的十三香,放入焯好水的牛肉快煸炒,依次煸入红烧酱油炒至上海,然后放入糖炒至颜色变深,将炒好的牛肉盛入砂锅中,加满心血煤火材料,大火烧开后,转成小火炖两个小时,直到牛肉粗暖为止, 烹饭技巧,根据个人口味,加入炎即可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